來看看今年這個海外的民眾 可能會回到臺灣 現在幾個經濟的減育 有哪個規定有比較嚴 像北地區的這個風雨路關 今天的環境不夠 新北只有剩七十件空房 現在台商是對政府來發揮 現在台北市的風雨路關 有哪有在某個時間 和這只有台北市民在一起住 新北市是說要支援這個 離島的民眾 過年要到達 海外的臺灣人都要回國 再到最十五開始 回台的基加減月價 需要一個人一口 像北的風雨路關領領事家案 到齊朗這天 先保持風雨路關的空房 只有剩七十件 比安全領更加多 也要去台商行行 反而說沒辦法回去處理 好好過年 要政府一定配套的措施 從桃園坐車坐到花蓮坐到台東 隔離了十四天之後 再回來七天自主隔離 那這個就變成有一點有家 歸不得 台北市政府會推出十一九二百 台北市的風雨路關 只含著台北市民來住 中心半點台北市風雨路關的空房 到齊朗為止 約有六千塊百間 加速審査了後 有信心在在月底 穿到七千間 如果是新北市中 好休息 在市政會議支持 新北市的風雨路關 雖然優先提供給新北市民 不過也要專領幾萬 去問馬祖 偏要掛斷的民眾 記者綜合報導